今天我要去检查一下卧铺车厢 看看乘客们都有什么需要 诶 101房间里的客人这是在干嘛呢 他们两个好像没有需要 那我就去看看其他的人 诶 看影子 这个人好像是梅花十三呀 那这个人是谁呀 我再继续看看 诶 这个又是谁 啊 这不是小五吗 小五有需要 来来来 我来帮助你啊 小五唐三 你们怎么了 哦 让我帮忙打扫一下房间呀 好好好 没问题 我去 你们两个 这到底是干嘛了呀 房间里怎么弄得这么脏 天呐 我赶紧来帮你们收拾一下 这也太不讲卫生了吧 鱼骨头苹果和桑出乱扔 好了好了 打扫干净了 好了好了 我们继续去看看别人 有没有需要帮助呢 诶 他也有需要帮助 我们来敲敲门 诶 这不也是桃三吗 他说他的灯坏了 好好好 来我帮你修一下 我的天呐 这个线路也太复杂了吧 诶 这要怎么修呀 呃 不要着急 我要耐心一点 马上就帮你修好了 诶 哇 亮了 记得给我个好评哟 来来来 带来看看 还有没有人需要帮助 看来这次 没有人需要帮助了 太好了 啊 怎么又有人需要帮助呀 来来来 打开门 你有什么事呀 哦 你想让我帮你拿点东西喝呀 好好好 来 牛奶给你 这下我可以下班了吧 应该没有人需要帮助了 我的天呐 怎么又有人需要帮助呀 哎呀 我真是太忙了 诶 什么情况 你不是需要帮助吗 怎么让我不要烦你啊 不行 我得进去看看 诶 刚才的女生呢 天呐 他为什么要躲起来 什么情况 这不是梅花十三和桃桑吗 诶 你们两个在干嘛 还让我不要告诉小五 哼 这不可能 我必须告诉小五 哼 你们竟然背着小五 做出这种事 哎呀哎呀 总算可以下班了 过去 竟然还有人需要帮助 诶 不过 为什么让我不要进去呀 不行 我还得进去看看 啊 这是戴木白和谁呀 我的天呐 这也不是猪猪青呀 还想让我道歉 哼 我才不道歉呢 啊 我被乘客投诉了 哼 我被乱客投诉了